最近有一個無國界醫生攝影展 很多人關注 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 無國界醫生是全球最大的 獨立醫療救援組織 他們深入受武裝衝突 疾病還有天災影響的地區 提供緊急醫療援助 無國界醫生每年送出大約三千五百位 前線救援人員 目前臺灣有七位醫護人員 曾經前往世界各地執行過任務 十一年前臺灣第一位無國界醫生 要跟我們分享 在各種惡劣環境之下 他們如何實踐醫生助人的理念 阿富汗 東港國 索馬利亞 長期的內戰動亂 讓這些國家成了災難之地 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 無國界醫生 常年進入全球使養他們的地區 一年看診超過九百萬次 執行將近二十六萬件外科手術 你到了前線 不管你有經驗或沒有經驗 在那個當下你就是必須要一個人獨立 完成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剛說這是震撼教育 他是宋瑞祥 基隆長庚醫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十一年前他成為臺灣第一位無國界醫生 第一個任務是去西非的賴比瑞亞 一個爆發內戰近兩年的國家 所以二零零零四年的時候 幾乎它等於是整個國家是戰後在一個整個混亂重建的狀態 那所以當時我去這個任務去了一年 主要是在重建當地的這個醫療 然後幫助這個醫院再重新建立起來 我人生很多的第一次都在賴比瑞亞 比如說我人生第一次看過瘧疾 人生第一次治療過血吸蟲 治療過營養不良的小孩 還有人生第一個副婦產 對 其實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可貴也難忘的醫學教育 二十四小時的待命值班 各式各樣的外科手術 都在挑戰無國界醫生的抗壓性 很多人問我說怎麼樣準備好 出任務的時候永遠都沒有辦法準備好 但是事情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我非常尊敬這個無國界醫生 雖然因為我覺得這樣的理念就是 去的人總是抱著那份心 就是想要替不論是因為天災人禍 或是戰亂受苦的人進一份基本的醫療源去 宋瑞翔最近一次的任務 是2009年的夜門內在 這次他直接站上火線 環境更加惡劣 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雙手一攤說沒辦法 那就這個病人就真的沒辦法 所以在那邊很多時候我們總是說 好 這個東西真的很困難 但是我們來想想辦法 我們曾經也在這樣的簡陋環境裡面 幫病人做腦部手術 對 因為這個病人他就是一個小孩子 他就是因為炸彈傷 這個頭蓋骨被炸掉一片 那如果不幫他清瘡 不幫他怎樣 他就是 你就眼睜睜看著他死 但是在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可能現在這邊講會覺得很crazy 但是在那個當下 我覺得心裡面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就覺得說 好不好 就是去試試看 就是做做看 那一次 宋瑞翔用大腿筋膜修補 遭炸傷孩童的腦膜 在那樣的環境 最重要的就是救命 面臨到的死亡 比你救活的人其實要多 這是事實 對 那 所以你說會不會害怕 當然會害怕 會不會恐懼 其實這個任務是充滿恐懼 吳獲介醫生主是珍貴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非常當初二十 他是完全跟現實是完全非常貼近 貼近於當下人們所需要 在身陷戰亂的國家 或是遭受無情天災的地區 他們無條件投入幫忙 從不缺席 目前台灣有七名 像宋瑞翔一樣的五國界醫生 為世界提供他們的專業